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叶下山带着微生小姐把妖院森林给铲平了 修真界生存之道 不要得罪常君真人 沈常君 我说过 我不会欠你的 满安堵藤 不要客截 唯有以堵公斗 以藤为真 依次赐入他的 神秤穴 连群穴 玄机穴 丹 丹中 丹什么穴 什么中穴 丹中什么 为君子者 废里无事 本座 岂能与他这变态师尊一般行径 丹中穴 菊穴 神穴 最后一处 丹田 这是 我体内的那半颗内丹 果然是他为了我 我 他不该救你 我以为他解毒 他应该不久就会醒来 应该是多该 不久是多久 一天 一月 一年 亦会就此沉眠下去 他救你时 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可以安然无恙 你救他时 却如此心安理得 只需尽力便好吗 哪怕他永远沉眠下去 甚至因你而死 你也毫无愧疚于悔恨之心吗 沈长军会死 因我而死 也对 他说的没错 他内丹重创 身受重伤 又遭剧毒 当初 若不是我执意要去腰岳森林 我不会允许有下一次了 你不配他为你牺牲到如此地步 沈长明 你说的对 怎么还没醒 不会吧 我不会允许有下一次了 你不配他为你牺牲到如此地步 沈长军 连你也有真心爱你的人 原来 你死了也会有人难过 喂 小子 你多少吃一点吧 这都多少天了 我们都知道你担心沈长军山人 但长军山人吉人自有天相 放心吧 他肯定死不了的 我看上去 有那么担心沈长军吗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欠他的吗 不 本座只是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他 今生今世 他究竟为何如此待悟 沈长军 你不许就这样死掉 你只能死在我手里 宗主让准备的棺材已经做好了 马上抬走 叶叶 早啊 这两口棺材是用妖月森林的上好木材 以蛆泥作为粘盒 层层叠叠码起来的 你们把这两口棺材送去药棕 表示一下我们九花棕的心意 对了 我突然发现 这棺材里好像进去了一只耗子 耗子在哪啊 看上去 应该被吓跑了 求求带上我吧 我要去药棕给长军山人报仇 一个小不点 志气倒不小 虽然我个子还小 但我眼睛比师尊大呀 他们都说 这些日子以来 多亏了你费尽心力的照顾为师 为师很 他终于醒了 难道我很高兴吗 为师很高兴 醒来后再次见到你 也很 停 停下来 不要再说下去了 庆幸曾收你为徒 完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神长军 我要是再不杀死你 我这辈子都杀不死你了 叶叶 你虽获得了我的半生修为 并吸纳了南安独腾 现在能追悟消化他们 可将亲自教导你 直到你融会贯充 实力大增的那一日 没错 集中注意力 你只差这最后一 不了 师尊 师尊 劳烦通报沈宗主 我已从药宗处得知了 一年前在一月三菱之事的原委 想亲自向长军真人道歉 我已经跟你讲了整整一天了 您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长军真人操劳过度 旧伤复发 半年前突然吐血昏迷 已被宗主强制闭关了 您现在不但见不到长军真人 连宗主也不可能愿意见您呢 那我就一直等在这里 直到长军真人出关为止 继续在后山的花开了 叶叶 好好修炼 期待与你日后相见 那时你一定会变得很厉害吧 三年后见 叶叶 三年了 我终于出关了 话说连一个来接我的人都没有吗 大家都去哪儿了 等等 这么多新仙者前来九华宗 难道是为了原书中的开篇 一切故事的起点 北荒大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